要说童年最经典的动画片段 那必有非冒杀一席之地 数码宝贝作为一部99年首播的日曼 就算在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 却依旧被很多人所喜欢 那数码宝贝到底有着何种魅力呢? 成长 这是一部把成长二字 犯彻到极致的动画作品 其实我们可以把数码宝贝 当成一部纪录片来看 以八个对于当年的我们来说 是同龄孩子的视角展开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比如勇气 友情 责任 诚实等等 来告诉年幼的我们 应该如何来看待并尝试解决问题 在他们冒险的过程中 不仅要面对各种强大的敌人 还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 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激发出自己的潜能 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 其中有一个很多观众的说法 我觉得就非常棒 为什么鸭骨兽总是第一个进化 因为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需要用勇气开道 那为什么天使兽总是最后一个进化呢 因为当你的勇气 友情 诚实 爱心 知识和纯真 甚至是光明 都被现实无情击碎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了充满希望 如果制作方真的是这样想 那就真的太行 而这个IP的TV动画版 如今已经播出到第九季了 应该新的 阿兴自己其实只看到了前三季 你们呢 都是从第几季开始看的 第一季不用说 整个系列的开商之作 也是最多人看过的热度最高一副 而第三部 是被人称为如果抛开情怀价值的话 能超越一代的一副作品 把三个主角做到了最完美的刻画 还有舵天地狱兽的两次进化 红莲骑士兽的进化这些画面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第二代就没有亮点了吗 不不不 我感觉不是 第二部是系列里唯一一部 主角团学的现实时间长大的 我们也看到了长大后的太一他们 这何尝不是一种感动呢 再加上最帅的黑暗战斗暴龙兽的出现 为什么鬼魅之刃中的三哥 明明是一个反派 却得到大家的喜欢呢 就因为他虽然是反派 但形式风格 却是光明磊落的 这种反派角色 真的格外吸引人 而黑暴 就是一部二十多年前出现的 同类型的反派角色 不止战力强的离谱 基本越了主角团们一半的时间 他是病毒者 却从不靠卑劣手段来取得胜利 他是黑暗之塔制造出来的数码生 没有意志 也没有灵魂 只是想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就如同他所说 如果不能了解这件事情 就让这个世界结束我的生命也无所谓 虽然历来光明磊落的反派 都没有好下场 而数码宝贝系列后面的几部作品 虽然我没有看过 可能也是因为我已经成为大人了吧 数码兽选择的伙伴永远都是孩子 因为孩子们身上充满了可能性 所以他们也去陪伴新的孩子们长大了吧 可惜自己好像并没有成为小时候 想要成为的样子 一直自嘲是被选剩下的孩子 没想到哥们真身 竟然是黑暗四天王之首 小丑就是我自己